原來的牙齒也沒有特別去照顧它嘛 去外面的診所是說 你這個可能 十幾年前說 你這個要植牙 一年植一隻 兩年植一隻就 這樣植了七八次這樣 結果植到最後 好像原來的也壞掉了 所以就來這裡做全國重建這樣 重建之前就是 你吃東西大部分都是吞的 沒有阻絕的那個 因為都會痛 已經好了一年半 好像就是真的也胖了 真的吃東西真的是感覺 真的都很好吃 就和以前我牙齒沒有壞掉一樣 全口的這個重建的價位 其實我們是按照醫院的規定 這個數目在各地 世界各地當然會有一個range 有的診所會標榜很便宜 因為他希望大家去那邊做 那我們醫院當然就是按照醫院的規定 他可能就是幾十萬 這樣去完成一個全口的一個案例 所以以前大概是多少 總統統是多少 大部分 我一年多嘛 差不多160萬 數位一條龍 事實上有別於這個傳統的治療 他是相當於比較繁瑣 以前就是要硬彎膜 灌膜 然後等模型出來 要去把模型刻出這個牙齒的邊緣等等 然後最後還要經過鑄造 然後世代 那失敗了之後還要再重新來一次 那數位的眼鏡呢 事實上對牙醫師跟病患 還有牙記朋友們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因為這個檔案一旦他一模掃描之後 他將來都可以利用數位去做一下調整跟修正 他病人呢 不用再去用很多的材料在嘴巴裡 不管是傳統做法跟新的做法 使用年限都是要大家一起照顧他 最早的子體在1965年 他現在已經有60幾年 他還在用 可是為什麼有些子體一兩年就會壞掉 事實上有的人他沒有按照使用規則 沒有按照醫阻 後續的照顧 有時候剛完成的第一天一週 甚至一個月 三個月 都是很重要的時期